你说当地的安卖本来是尹娜做的 但是结果却要你来负责 你说她要这么着急把我们调出上海 该不会是另有打算吧 这样 你留在上海盯着李楠和皮特 我带着曲弯弯和吉喆 去苏州准备订货会 你带曲弯弯干吗呀 她能干吗呀 谁说的 弯弯虽然专业能力差了点 但是她懂事啊 而且执行能力强 怎么了 她得罪你了 没有 我怕她把我们家小鸡带跑了 你说什么 你就因为这事不放心啊 我的小瑞瑞 你放心 是你的 拐也拐不走 不是你的 留也留不住 你有这觉悟 你用在你男神身上去 不是 最近这眼睛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看这个曲弯弯吧 这 这越来越漂亮了 你说我这样 我怎么能放心他们两个孤男寡女 在一块儿 打住 怎么就孤男寡女当我空气啊 再说了 人家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怎么哥你这还情敌眼里出西施了呢 我怎么没觉得弯弯变漂亮啊 你当然不觉得了 你眼睛里面有谁啊 你除了你男神 你还能看见谁啊 打住 反正我不管 你这一次出去 必须替我看住我们家的小鸡 坚决不能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 好 开心 你经理跟你说的是这儿吗 不会弄错了吧 地址没错呀 可怎么也没见苏州分部的人呢 先搬入住手续吧 行 这苏州分公司也真逗 咱们来帮他们办发布会 连个接待的人都没有 给我们安排这么破的酒店 还把咱晾这儿了 是不是咱们这次订货会的主题 想搞得简朴怀旧一些 简朴怀旧 那这也太简朴了吧 这么破的酒店 咱们都看不上 那些代理商不得骂死我们啊 放好了 先把行李存钱抬了吧 上去看看环境 嗯 给我吧 嗯 黎晓驰 区总 给代理商准备的房间套件还可以 腰间实在是太差了 连柜子都是坏的 柜时我去了 简直于中学礼堂 什么也没有 咱们带的那些 行架呀 LED背头啊 根本就没法安装 而且餐饮的规格 和我们计划的标准 也差很多很多 价格还不低呢 一百三十八块钱 一位的自助 连海鲜和牛排都没有 连甜点都没有 饮料就是这些碳酸饮料 还兑得水 领导 怎么办呀 地方实在是太差了 我给媒体打了一圈电话 他们一听说 在这儿举行 性质都不高 退了这家酒店 再选别的地方 这次订货会 咱们只是负责 发布会当天的流程 代理商的这些 什么食宿啊 接待啊 都应该是引经理 他们那边负责的 咱们这边 擅自把酒店给改了 会不会有点月全啊 我就是怕 咱们心是好的 人家那边 会不会觉得咱们多事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我只能让我的老板 和客户满意 照我的意思做吧 行 喂 什么 什么情况 那什么时候能送过来 不是 你不是坑我们的吗 怎么了 货运公司的 他说我们发过来准备订货汇用的货品和宣传品都被扣了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送过来 为什么呀 说是因为他们内部问题 这叫什么话 货运公司内部问题 怎么能影响我们收获呢 许总 你别急 我亲自去看看 你放心 我一定确保能按时送到 去吧 行 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等等 等等 要不凯瑟 你 我啊 快去快回吧 走了 快去吧 瑞瑞 我对不住你 这真是工作需要啊 小董啊 还是你行 亏你想出这招了 这么一来呀 他们还不赶紧跟咱们签合同 我也是被逼得呀哥几个 你们想想 咱们工作量多大 没日没夜的工作 他还苟苟咱们工资 弄个什么技校考核 每个月只给咱们 百分之六十的收入 这就算了 他还不给咱们续约 我也是没办法了呀 才扣客户的货 现在啊 咱们就看看 上面怎么说了 就看看上面什么意思 不给咱们解决 咱们坚决不干活 对的 就耗着他们 耗着 耗着 怎么办 这么多人啊 来 那不是等于骗人吗 这是善意的谎言 那好吧 走 师傅们 师傅们你们好 我是附近大学 新闻专业的学生 听说了你们和货运公司的 劳动纠纷问题 我们很关注 所以特地过来采访 我们正要这个事 说到说到 来的好 给他报光 报光 放光 要不咱们找一个地方 坐下来慢慢聊 好 走走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 这边 这边太好了 这边太好了 这边有人来解决问题来了 曼曼 给你买点奶茶 谢谢 吉哲 你真厉害 小意思 不过 我们还是挺内疚的 刚才咱们走的时候 那些师傅们 还一个劲地给我们道谢 要让我一定要替他们主持公道 你说 现在咱们就这样走了 那些师傅们该怎么办啊 你听我说 你把视频导出来 考到盘里 快递给货运公司 然后呢 再以记者的名义 要求给采访他们 这样的话 他们的老板肯定就害怕了 原来你早就想好了呀 哎呦 就不用太崇拜我了 吉哲 咱们能永远这样吗 什么意思 最默契的合作伙伴 最知心的好朋友 你不听着 文文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在我心里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刘瑞姐也很好 还有许总 许总对我也很好 所以我不希望 能因为我 还和任何一个人不开心 怎么会呢 你想多了 其实我们 现在都爱很年轻 不管是生活 还是职场上 都是刚刚起步 以后大家会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吉哲 你一定要记住 我不希望你 因为我而为难 你 你 你有什么顾虑吗 不是的 刘瑞姐和许总是好朋友 我看得出来 他们俩感情很深 他们一定能为对方 拔到相助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们俩要在一起了 刘瑞姐就会受伤 那许总一定会为他出头的 你也知道 我能进迪欧 能有今天 全部都是因为许总 所以我不想 没想到你顾虑那么多 也许你觉得我太实际了 可现阶段的我 真的不敢奢望爱情 我只希望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 对不起 汽车 你别瞧不起我 不会的 我就是 稍微有点意外 不好意思啊 酒店的事情是我扇砖了 但我也是为了客户的感受着想 所以才换到了这里 希望你不要误会 我是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花老板的钱 我们这些老员工啊 跟着公司从小做到大 所以节俭惯了 既然许总执意要换 那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好 不过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说 华东地区最大的代理商白总 可能不会参加这次订货会了 为什么 我们这次把订货会订在苏州 不就是为了他来的吗 他不来的话 其他代理商怎么想 这些意思我已经跟白总一再说过了 可是他说当日在上海的时候 明让他很难堪 所以这次要谈新品合作 除非许诺亲自登门拜访 先把条件谈妥 或许会考虑参加订货会 否则一切免谈 真是莫名其妙 这个白总之前你接触过吗 白总啊 这整个华东地区 乃至整个南方影响力都巨大 他如果不来参加咱们这次发货会的话 就等于他表态不支持新政策 那么那些其他的见风使舵的发货商 就更不会按照新政策来发货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这次订货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看来无论如何 我都得去挥挥他了 话是这么没错 但是 许总 怎么了 我之前跟皮特那儿打听过 这个白总 他好像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难不成他还能占我便宜啊 您别老说这种话呀 其实吧 如果不认识您的话 光看外表 您还是挺有女儿味的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您看起来还挺有魅力的 就是说 您对自己的定位稍微准一点 别自卑嘛 谁自卑了 我的意思是说 像他那样身价的人 身边怎么会缺女人 我觉得 他就是想要个面子 那我们就给他的面子嘛 你去帮我选礼物 咱们下午就去 好的 林大总 有何贵干啊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还 还好吧 那就好 那你自己当心点 注意身体啊 好 拜拜 还好吧 你为什么不告诉林总裁目前的困难啊 跟他说他能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人在职场的价值体现 不是向谁提出问题 而是如何尽快解决问题 就是报喜不报忧 打肿脸充胖子呗 歪姐 预计不对啊 难道不顺利 明镜是以后 跟我去马场看看伯爵 今天他要换马掌 为了给伯爵换个马掌 你可以请全世界最好的马掌师 生怕你的宝马受半年伤 对你的马是这样 对人呢 难道人不比马重要吗 什么意思 我要去蘇州 計程 睡得收敛一點 口水都流出來 擦擦 幾點了 這都等了四個多小時了 這老白幹嗎呢 你好 問一下那個 白總的會看完沒有還要多久 真不好意思 白總的會議很重要 到現在還沒結束 我們 也不好進去催問 要不您再等一下吧 要不這樣 我們下次再來拜訪白總 這是我的名片 還有我們給他帶的禮物 麻煩你轉交一下 好的我會轉交的 謝謝 走吧 麻煩了 那人 你們那個徐總來見我 不過我沒見他了 我就讓他那麼肝膽著 這麼著 夠巴想 想不到堂堂一個白總 連一個小姑娘都怕 見都不敢見呢 我怕她 開玩笑 一日我老白那麼久了 我除了你我怕過誰 我告訴你 許諾可不簡單 您小心一點 美人兒 你這是關心我呢 我就說嘛 其實你心裏可疼我的 就是嘴上不好意思說 你放心 這是我的地盤 她嘚瑟不起來 這迪歐還是我的地盤呢 她不都三番兩次讓我下不了台 私底下就更別說 敢聽那個李楠跟我說的都是真的 這許諾老欺負你啊 她奶奶呢 我感動我的人 誰是你的人 找我的事 找我的事 你放心啊 這口口氣我肯定提起出 我讓他知道 敢惹我白耳伯的人 是個什麼樣的下屎 白耳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要說啊 反正下屬別嘆喝 這個我知道 你放心啊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美人兒 這次我要是表現得好的話 那到了上海 你得請我喝一杯 好好表現 我等你好消息 好嘞 白總 徐總到底還是年輕啊 做事情遲發耐心 等了一會兒就走了 這一會兒是四個半小時 等幾個小時算什麼了 有人為了見我 拿鋪開腳 在我公司等兩個月也是經常事 那是追債的吧 徐總還真幽默啊 本來我下午呢 是可以見你的 但臨時有點事 到現在也沒處理完 還請見諒啊 這樣吧 晚上九點鐘 你到瑞伯別院來 我在那兒等 什麼情況 約了九點 在他的會所見面 這鬼傢伙肯定有什麼壞點子 您不能去啊 我非去不可 好 什麼意思啊 先喝酒再聊事 這些都要喝嗎 這第一杯是見面酒 得喝 第二杯是街風酒 該喝 至於剩下這些呢 那就是交情酒了 交情深多喝 交情錢又少喝 在咱們中國 能讓兩個人 迅速成為朋友的 那就是喝酒 至於今兒這酒 能喝到哪兒 那就看許總 把我白碗鍋 當不當回事了 這病毒 只見面酒 沒什麼 直接救藥 到時候看如果情況不對 趕緊撤 要是事兒沒辦完怎麼撤啊 你近了點兒 掌握好時間 放心吧 來 加油 嗯 好样的 许总爽快 对我录他 现在 我们可以谈其他的事了吧 当然可以 那我想问问 白总对我们这期的代理商 有什么意见 你们这个新产品很好 我很感兴趣 但是你们这次的那个 销售政策比以前可可多了 全部要现金订货 而且还取消了账期 甚至连当地的公关推广费 都让我们来出货 怎么挑现在这么缺钱 这跟钱是没有关系的 以前代理商存货 拿我们的账期去周转 等到真正要付款的时候 再拿一些临近孝期的货 去做抵押 搞得我们货账增多 也有极大的货损失 现在这个新政策 其实就是筛小户保大货 只要按照我们的政策来 完成一定的订货量 我们就可以授予独家 这对代理商来说 其实是更重要的 这话虽然说得没错啊 但是这么一来 那我张押的资金就多了 这其实 就要看白总您怎么想了 如果整个华东地区 都握在您手里 那就等于是掌握了 几百家一线商场的 化妆品命脉 换句话说 这种排他性的品牌政策 让您在渠道上更有发言权 不是吗 留点衣服 如果白总您犹豫 那么我想 现在手里有钱 却没有渠道 新路式的客户也有很多 只要他们出得起价钱 我们迪欧分公司 会全力负责推广 商场也会见风使多 毕竟商场看重的 是迪欧旗下 几十个国际品牌 而不是中间的代理商 许总这番话 我算是挺明白了 还有一点危险的味道 你不知道吗 我白尔博最不喜欢 别人威胁我 白总 您误会了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只是把新政策的优势 和危机 给您做了一个分析 决定权还在您手里 其实要合作也不是不可能啊 但是 但是什么 八角喝了我就告诉你 要喝 我们一起喝 好 情况不对劲啊 记者 拜托你一定要按时出现 拜托 好 时间正好 咱们现在去估计来得及 怎么了 走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已经乱老毛病了 我等会下去买点药就好了 你早成这样了 买药有什么用啊 我带上医院了 慢点慢点 走 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来这一趟 我感觉很不好 我相信地流感 况且这次订货会 对公司很重要 你作为老总 你本来就应该去的 我跟美妮有个约定 这次订货会如果效果好 她就前面放手公司的业务 但是她不希望我帮着许诺 我答应她了 这一次我不到现场 我跟她一起在上海等结果 我就觉得这事情里有蹊跷 我了解许诺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她接电话的语调是上扬的 反之则没精神 所以她应该碰到困难 情绪这么外漏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应该相信她 能够处理好这一切 怎么回事 都几个小时立志不接电话 急哲呢 他们应该在一块吧 你要不打给急哲 走 喂 记者 你们在哪里啊 不许问一下 内科在哪儿 王李总就是了 好 林总 许弯弯病了 我带她来医院了 什么病啊 要紧吗 不要紧 不要紧 胃精卵老毛病了 许总跟你们在一起了 让她接电话 坏了 我悟了大事了 什么情况 好 坦白讲 我已受人所托 不能跟你欠欠语了 除非有非前不可的理由 什么是非前不可的理由 你把衣服脱了 我就告诉你 你说人吗 把酒喝了我就告诉你 衣服也多了 酒也渴了 你说 衣服也多了 酒也渴了 你说 来喽 接着喝 来 来 什么 齐总 厉害 这个才配 好 我敬服 敬服 是条汉子 好 记者 我这可是最后一招了 你不会关键时刻掉链子吧 怎么还不来 来 好吧 该你了 快点 你看我哥 好 你 你看我哥 我 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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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伯 我是沈志泽 怎么办 小琪 你来了 我们走 许诺真是太傻了 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事就大了 跟白尔伯喝酒 真是不自量力啊 我都喝不过老白 好在今天没出什么事 今天要是发生什么的话 我会怨恨自己一辈子的 不行 我咽不下这口气 好在今天没出什么事 等等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他 我要教训他 你留下来照顾他 白尔伯弄我去 你去 你不会还惦记着你的签单吧 你也很清楚 白尔伯对咱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他 跑动失程就要瘫痪了 好 沈志泽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你的深夜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 你是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性的人 你什么时候变得正能心了 就算你不爱许诺 就算他只是你的下属 今天他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无所谓 就是因为我在乎他 所以我要去 我不会让他受委屈 我也不能让他的努力 白白被牺牲 沈志泽 我希望这一次定个会议后 你能给他一个解释 你欠他这么多情 你该怎么还 你该给他一个答案吧 这个答案 我也想知道很久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佳琪 徐总没事吧 没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许诺呢 面对您这么大的客户 只派销售总监来 我怕不足以呈现迪欧的诚意 所以我亲自来 少在这儿说客套话 你来有什么用 你要是真想谈生意 应该让曼妮来 您这话的意思 是不打算跟迪欧做生意了 你们这合同我看了 一点心意都没有 我呢 想换换口味 与其跟你们合作 我还不如看看其他的合作方 没准会碰出新的火花来 您要真看过这份合约了 您就会知道 迪欧很有诚意 给了您业内最低的折扣奖 我一直以为白总跟我一样 是个商人栗子灯头 没想到您不爱钱 是寻求什么火花 那个钱吧 也不是不重要 我看一眼 我喝到了 忘了 钱固然重要 但也不是最重要 我还是希望有点挑战 这个都没有我发挥的空间 查不了 明白 没事 那我就让余曼妮去找孙总和严总 我听说他们两位 对我们这份合约还是挺感兴趣的 咱们后会有气 等等 等等 你刚说什么 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 为什么不让许诺去啊 许诺连您都拿不下 明显能力不足吗 那是 以小妖子片子想搞定我 才练一百年了 沈志泽 我告诉你 千万不能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 那没一个靠谱了 那个孙总就是个老色鬼 曼妮见了她肯定会吃亏 还有那个严总 天天给她那傻儿子找媳妇呢 万一看着我曼妮怎么办 不会吧 不会吧 这是工作 要真说过分 您昨儿对许诺做的 不算过分吗 我这门怎么坏了 您应该庆幸吗 能坏了好凶 要是人坏了 那就不好凶 你什么意思啊 在我的地盘里还敢撒野啊 撒野 不会 您觉得我威胁您吗 我也不会 我就是来谈生意的 我从来不用一些下三嫩的手段 你少在这边骂人 我告诉你 我就看你不爽 我就要整许诺 我就要为我的美人出气 怎么了 你咬我 来 来 来 咬我 我就等着这句话 您不打算跟我做生意的时候 您想帮余曼妮出国圈 来吧 我陪你练练 你干吗干吗你别乱来啊 我告诉你 我可是司务人 司务人 你昨天对许诺做的叫做司务人 我刚有保镖啊 来 来 来 把这疯子给我弄上去 本庆庆 你还谈不谈生意啊 你不叫出国圈吗 谁谈生意 合同 合同 钱吗 钱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可以尽情地想想 你不会那么禽兽吧 趁我喝醉了 不是我禽兽 是你前手这天晚上跟你说清楚 昨天你一看到我 就来扑我 我想走你都不让了 现在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是不是要对人家负责 我 我对你负责 我杀了你 别动 别动 听我说 听我说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我跟你说 对你啊 别说你睡得像猪一样了 就算你脱光了在我面前 你都没有任何吸引力 你 再说一遍 没有 没有 有没有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傻 这样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的 那你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白尔博的会所 昨天白天你给我打电话 我听你的语气就不对了 我心想你可能应该有心事 不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 没想到还真被我们碰上这样的事了 你也太冒失了 还是你了解我 谢谢啊 不对啊 我怎么觉得 昨天好像听到沈总的声音了 没错 她的确跟我一起来了 所以 你那些德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那 她紧张我吗 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她吧 不是 我没想那么多 我本来安排得好好的呀 我先进去 然后急着晚三十分钟前来拉我 谁知道她没去啊 而且那个色狼一直在灌我酒 还好拿出了杀手锏 用深水炸弹灭了她 要不然真惨 我那个合同还是没有签下来 真是出事不理 白耀博这次也太过分了 如果我们没敢到的话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不过合同的事你放心 有人已经帮你搞定了 晚上等着开发布会吧 你一点不生气啊 我生什么气啊 白耀博这么对你 你老板一心只想的合同 也不替你出气啊 他替我把合同拿下了 就是替我出气啊 你想 我都那么辛苦了 要是没有拿下合同 那我不白忙活了吗 再说 全公司的人这么辛苦 都是为了搞定这一代 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 一点点小小的委屈 就毁了整个宏图大业 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我只会觉得他没脑子 幼稚 你们还真是一类人 换做是我 我一定不会这么做 你说我没脑子也好 说我幼稚也好 绝对不会让任何的气氛 你打得不 那么气氛 好久没见了 什么角色 细形装扮着 白色衬衫的 袖口是你送的 尽量表现着 身杰人意的 平凡暴露了 不予认识的 不予认知的 越掩饰越深刻 想说 听说 别说 认真也不由衷的段落 我 我 反正 注定 留在 角落 我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 我想给你个拥抱 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你太半步的动作 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我能送你回家吗 可能外面要下雨了 我能给你个拥抱 像朋友一样可以吗 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笑 尺度掌握 我再不能说想你啊 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 闹了个笑话吧 你能给我指错 手牵地刀发入那头吗 我会像以前一样 看着万光的车子啊 我弄得距离 在眉间抽了下 祝你 我很惨